13名巴勒斯坦官员在我国为当地提供的加强技术援助配套下前来考察4天 包括参观我国的水源管理设施 访问团下午参观乌鲁班丹供水回收场 了解了回收水的处理过程 包括回收场设施如何分解污泥 团队也到滨海堤坝参加了导览活动 希望把本地在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转移到巴勒斯坦